两只手放在椅子的两边 这样子抓着 然后身体坐正坐直 我们这样坐正了以后 我们先抬起我们的腿来 先把右腿抬起来 然后放在那里放一阵子 这样子你看是把你的股四头肌 都给拉直了 而且他们在那里做等长收缩 五秒之后放下来 慢慢的放下来 再慢慢的抬起来 一样的放五秒钟 好 然后慢慢的放下来 好 可以做另外一只脚试试看 左脚抬起来也是一样 放在那里五秒钟左右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的放下来 不要很快 慢慢的放下来 再做一次好吗 左脚抬起来 放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放下 这样子可以使你的股四头肌都在用了很大的力 这样子可以保护你的膝盖吧 每天做二十次 你可以在看电视啊 或坐在电脑桌前面呀 都可以这样做 每一只脚坐十次 这样子就是做了二十次 一天的两够啦 坐在椅子上 腰背 打直 抬头挺胸 双手交叉 再修前 上半身微微的往前 脚掌呢 往里面靠 然后呢 慢慢的站起来 臀部离椅子 大概一个拳头左右 这样站个三秒钟 五秒钟之后 慢慢的坐下去 假如说你是一个很老的老年人啊 你这样做 也许会有点害怕 因为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坐得到 所以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站起来了以后 几秒钟之后呢 用手扶着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这样坐下来 那这样子不会危险 每次做个五下就好了 然后每天大约做二十下 这样子对这个 四头肌啊 臀部啊 腰部的肌肉都有帮助 膝盖呢 不要这样子 这样打弯的这样做 不要 就直的 还是这样 不要这样 对 这样坐下来就好了 你家的爸爸妈妈 平常很少活动的话 就带着她去做这个运动 练习倒着走 这样子让你的脊柱啊 随时都在活动 反而不容易得脊柱侧弯